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球呢 不管怎么样 真的好开心 对 就是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本节目由守护你的记忆财富的 博斯腾科技特约播出 收获长时刻 哈喽大家好 欢迎电视机前的各位同学准时来上课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你们的王老师 最近有一些数据发现 随着大家宅在家里的时间增多了 有一种疾病的患病率也增加了 而且患病人的病情也逐渐加重了 我说的是什么病呢 就是和我们很多退休的同学都息息相关的 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症 那很多人会想了 这个宅在家里感觉是很悠闲很舒服的呀 为什么会让老年痴呆症反而加重了呢 今天呢我们也想请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宅在家里和阿尔兹海默症有什么关联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专家和我们一起探讨 欢迎夏欢欢 博斯腾认知训练专家组组长 刘晴轩 中国老年学会与老年医学会理事 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特别提醒 今天的课程需要纸笔 请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做好准备哦 先来到的两位老师啊 为什么我们说宅在家里的时间变多了 会跟这个阿尔兹海默症会有关联呢 通常呢我们说这个宅啊 它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生活习惯 尤其是对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说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这一类人群 它有一个普遍现象 就是大部分人啊 他的这个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度 其实没有那么高 所以一旦宅在家里 就很容易发生说 信息的维度比较闭塞 它对外界的这个新兴事物的了解 就会很少 它这个外出活动的机会变少了之后呢 它的言语交流就变少了 那么它得到的大脑的刺激就也会变少 所以它得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 就也会增高 我们有研究表明啊 一旦说宅在家里的情况变多 其实就很容易出现我们说的 社交缺乏甚至社交孤立的情况 那么一旦出现社交孤立 这个是阿尔兹海默症的重要的风险因素之一 所以这是要绝对引起重视的 让我说呢 我待在家里也没问题嘛 我可以比你们思过 我可以自言自语 自言自语 自言自语 自言自语就是老年子在家 不是 马老师 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 像您这样对吧 就有续着长长的白胡子 你一个人在家自言自语 你偶尔一次也算了 你要天天这样 跟谁说 家人看给你 你吓死了呀 今天是什么天气呀 那 你不出太阳嘛 行 我们在杭州接触过一个案例 他是一个企业的一个高级经理人 然后他退休之后 三个月就出现了 很强的认知功能障碍 大概三年左右的时候 我见他的时候 他已经不能够讲话了 能够理解 但是不能表述语言 就他自己没法表达 语言的表达功能不行了 但是他心里都清楚的 这样他其实情绪会更难受 对 就很难受的 谁就最终折磨 对 其实我觉得主要问题在于 那两个字 不是说宅在家 而是社交 就是说 如果你不跟这个朋友也好 或者亲戚也好 邻居也好 发生社交关系 不去跟他们交流聊天 那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就让我想到现在 我们年轻人也有一个 很流行的词叫 社交恐惧症 是 叫社恐 对 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刘教授 我们年轻人讲的社恐 跟我们退休的同学 讲到退休之后 好像变了个人 是不是同样一种社交恐惧呢 其实说影响人的认知功能 或脑的功能里面 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叫做社会性因素 那老年人的这种社交 和年轻人不一样 有时候什么 随着社会角色的丧失 随着回到家里 他可能 其实被迫地丧失了 很多社会参与的机会 那这样呢 就会出现社交的缺乏 和社交的不延续 而且我刚才谈话中间 我发现几位老师 好像对自己会不会产生 这样的问题 其实都是有担心的 这其实能不能 我们有机会 或者有什么方法 可以测试一下自己 到底会不会产生 这样的问题 是 我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 各位同学啊 平时也好 上了我们今天这堂课也好 也会更加关注 自己如果宅在家里时间多了 亦或是没有宅在家 我可能很少跟人社交 那我有没有患上二财墨症的可能 或者说我跟老年持台的距离 又有多远呢 大家如果想要做一些小测试 小互动的话 也可以拿出手机 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碗码 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要请教一下两位老师 有没有什么是可以我们 日常做的一些互动测试 有吗 有的 今天现场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我们测试的维度其实很多 有测记忆力的 要测注意力的 往期的这个课堂当中 我都有给大家提过一些 今天呢 来给大家做一个我们 视空间和定向力方面的小测试 赶快拿出纸笔 和我们一起做测试吧 测试很简单 上图直线倾斜角度 与图示中编号挤的直线相同 就将编号写在纸上 如图倾斜角度与8相同 就写8 如果没有看清的话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获取详情 赶紧跟着我们一起来挑战吧 这是开始 来不及了 我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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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来不及 为什么中间有出现了那种 这是两根两根的 就好像有看明白就没有了 好 只要一次机会 来 同学们 老师们先回座位 好 刘教授 您只答了四题 刘教授 最后来不及了 我答了四题是教授级的 真的 你是教授级的 那我们教授上面应该是 是院士级的 是吧 您是院士 王院士来了 不一定是对呀你 顾老师不要揭穿嘛 我们请夏老师 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的答案好不好 好 第一题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三 我答对了 我是二 完了 二 只有我跟刘教授是答问题 比较接近的算半错半对吧 哪有 不算的啊 第一题是三 对不对 五 好 第二题是 五 第二题是二加二 二 五啊 什么时候有二的 我怎么没看到 我怎么没看到 我不能偷偷改齐啊 我也没看到 第二题错了 第三题是什么 我们也来看看班上的同学们最后的得分 顾同学 陈同学 马同学 一题都没有答对 东东同学答对三题 王老师答对两题 刘教授也同样答对三题 东教授啊 表现不错啊 是这样的啊 这个呢 就有些天赋是盖也盖不住的 那这个答案代表什么吗 通常来说 因为我选的这个五道题呢 它是有一定的难度递增的 五题里头呢 理论上我们希望大家都能答对三题以上 那三题以下的话呢 就要引起重视了 有可能是最近一段时间休息不够 这个勇严过度 或者是注意力是不是不集中 或者是说你看题的时候 是不是处在一个正确的位置 那如果说你把你的这些 我们所说的这些风险都调整完 我们回过头来 歇一段时间再测一下 看看说如果还是三题以下 那我就要给你安排一些 其他的测试 看看到底是不是和你的 记忆力表现 注意力表现这个息息相关了 明白 刚才说就是可能这个能力 跟社交是有关系的 那如果我原来这个得分不高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加强 社交的强度之后 那会不会这样的这个 再做一次测试 会不会就是有提升的呢 会有提升的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 其实就有强调 大脑是一个复杂的神经网络 网络它是相通的 你原先的宅在家 我们可能每个人的表现症状不一样 有些人他是发现空间定向力弱了 有些是记忆力弱了 但当你走出去多尝试新鲜事物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整个神经网络 其实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那它在整个激活的过程当中 就会针对于你的空间定向力呀 或者你的记忆力呀 都会有提高 它是一个复合的 对 其实我观察我们平时很多退休的 叔叔阿姨们 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 我们很多的会员们 其中就真的有类似这样的情况 就是他们在积极地去参与社交活动之后 表现是会不一样的 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退休短查团 请出发 赵阿姨今年75岁 退休在家多年 除了带孙子以外 日常生活就是在家打扫卫生 照顾家里 刚退休的那几年 甚至还因此患上了情绪疾病 后来退休了以后 一下子从那么繁忙的工作 你突然就没多少事做了 然后因为精神状态不太好嘛 因为无数事实 没事 所以身体呢也突然之间也垮下来了 那都亏了我老伴 就是无微不值得照顾啊 然后他特地在外头呢 给我开了一块菜地 那我种菜 还给我报了老年大学 然后就结束了好多朋友 结束社会以后呢 那么精神放松以后 有信心以后 慢慢慢慢的 精神状态就好起来了 现在的赵阿姨积极参与社交 尤其是认识了同社区的阿姨们后 又回到了随时可以串门聊天的时期 这不刚吃好饭 他就去找隔壁的刘阿姨聊天了 我以前嘛性格比较内向不爱说话 就是再加上在上海嘛 有没有认识的人 更不爱说了 一天就在家里待着做做家务事啊 和赵老师就一块去学的不一以后 反正没事了嘛就在家做做不一话 也挺高兴的 这回找上门的是袁阿姨 别看他们年龄相差挺大 但关系说成闺蜜也再合适不过了 因为我们住在一个小区嘛 后来妈妈就熟了 熟了以后嘛 有什么活动了什么 我们都会一起参加 特别是我们三个人 一起来一起去 觉得有办也很热闹嘛 就是呢我是退休以后 回到家庭以后 回归家庭以后呢 就是在家里呢 主要是以照顾老人为主 因为我上面有爸爸妈妈都是已经到85岁左右了 已经 所以呢就是自己的业余生活不是很丰富 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以后呢 自己感觉到 好像心情上也蛮开心的 就是好像又融入到了社会了 又有种感觉了 就这样性格迥异的三人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赵阿姨走出疾病的阴霾 刘阿姨性格变得开朗了些 而袁阿姨也找到了自己想要的退休生活 你吧 你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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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节目的现场呢 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互动的小训练 叫多人弹球训练 好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同学 大家也想参与的话呢 可以先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先把这些方式方法收藏起来 稍后呢找到你们的伙伴 就可以一起来练习了 来 我们请四位同学做一下准备 扫描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可以获取更多互动游戏 和我们一起锻炼大脑吧 每个人手上拿一个球 你可以选小球也可以选大球 随便 然后握住球之后呢 我要求四个人围成一个圈 那怎么做呢 当我喊游戏开始 你就要把这个球弹在地上 要接住 但是你接的不是自己的球 而是你前面一个人的球 就是我弹下去我就要走了 对 你弹下去了之后 你要快速一步往前走 去接前面一个人的球 明白了 那么是您说开始 大家同时弹球吗 还是间接弹球 同时弹 三 二 一 开始 同时弹球 但是大家分清楚颜色 来 围成一个圈 要走路的是吧 围小一点你们得走的 要走路的是吧 当然接不到 要往哪个方向想一下 不能商量的对吧 好 准备了 三 二 一 开始 我的球呢 脸上是躲到该尺 他自己找不见了 就是弄不起了魔忌对不对 大家可以商量商量 就是可以相互协调 像怎么玩好 对吧 一个要可可举个点心 可可笑我举个点心做 一个 如果鬼哥问你也要小的 一 二 等一下啊 二 这不是我吧 这是不是吧 虽然啊 我觉得这个扔了几次 不一定很容易成功 但是好几个人一起玩这样的游戏 可以有一个好处 好几次 不管怎么样 真的好开心 对 就是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就是 我这个球在哪里啊 我这个球在哪里啊 就好开心 是的 这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游戏 对对对对 然后过程当中 其实对于我们的注意力要求 是非常的高的 对对对 还有你的手眼协调 我觉得玩的时候 最开心的是顾老师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自己接不到 他也开心 陈剑同学接不到 他更开心 是不是一直处于开心 对对对 其实我们日常的一些小测试 小游戏小锻炼 也是为了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 来关注老年痴呆 关注二次海默症 不要有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不以为然 因为在前期是可以通过一些训练 一些引导去让他的病情发展减缓一点 或者说引起家人更多的关注 所以呢 电视机前的各位同学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节目详情 都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 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好了 今天这堂课就上到这里了 我们下堂课再见了 拜拜 你知道吗 退休宅家可能会宅出大毛病 他退休之后三个月 就出现了很强的认知功能障碍 你的退休生活 是否也有这样的烦恼 回国家庭 就是在家里呢 主要是以照顾老人为主 自己的抑郁生活不是很丰富 跟着我们一起 在收获快乐的同时锻炼大脑吧 我的球呢 不管怎么样 真的好开心 对 就是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对